我早料到了这一天 只是我没有想到这一天来得如此之快 我小侍老终于成为了联盟冠军 这一路走来很不容易 我使我很为你高兴啊 你和你的宝可梦培养了非常强大的羁绊 是啊他们都是我最好的伙伴 你好 我是冰心天文科娜 四大天文最厉害的一个 这么厉害 第一次就派上牛肉拉牛拉 哦是拉普拉斯和马牛拉的合成体 对了我们处在的是一个宝可梦可以自由融合的世界 我小侍老那一路积极八个混乱 挑战四大天文也不是等闲之妹 那我就派上怪力和民春节的融合体 紫卡带身 见面一个暗消害的是没事不疼 紫卡带身是用暴风 一强给拉牛拉脖子都干蛇了 真牛逼 你好啊 我是格斗系天王嘻巴 是的天王里面最强的一个人 啊啊你也是最强的 香港怪钢石 怪力和大钢石的合体吗 那就派上你拉流氓鹅和飞头狼的合体 给你一脚 一个地震直接带刀 嘻巴 你好我是鬼系天王王菊 之前的人都在吹牛逼最厉害的其实是 好好好 那就轮到你上场了 我地鬼鬼是走肉 所以卡币秀和耿鬼的融合 让他影球直接干掉对面插妖魔 那就派上你了鬼亮一波 那我就派上我的阿凡达达 无理将美丽欢的合体 太美丽啦 直接给对面上一个剧毒 对面就会开始掉血 而且每回合越掉越多 但是我的恶兽星可是克制你的 你撑得了那么多回合嘛 撑不了所以我使用替身 找一个小替身出来帮我们扛一下 然后下回合呢再使用替身 你太憋憋了 连放几个替身直接把鬼来一步托死 你好我是龙系天王阿度 这全定是你啦我的贵贵 水剑柜和雷枭的融合体 我的王牌 实用电光 干得好我的贵贵 打败了所有天王 我终于来到了联盟冠军面前 没想到吧 我毕竟早来十分钟 现在联盟冠军是我的 好好好戳气啊 没办法向我的硬敌大聪明发起挑战 就派上你我的贵贵 直接使用铁币缩入柜壳 提高我们的防御 要当左头龟嘛小吃好 没错我还要缩得很彻底 继续使用铁币 对面打我们也没事继续使用铁币 OK我们防御已经听到最高 对面根本打不到我们了 没回合呢还可以试一下身上的肾放回点血 嘿 你都不都爱打个猛本血呢 没错但我的贵贵可是高死亡嘛 接下来熊影 温神提高自己的闪避率 我们把闪避率也拉满之后 对面就根本打不着我们了 就算打中了也不疼 就算疼也能挥血 闹够了没有轮到我进攻啊 就凭你这个电光 挖沙一样的伤害笑死人啦 做了所以我让我的贵贵学习了 剧毒 你是狗般 这就是我夺冠的全部经过了博士 太精彩了 听得我想给你一拳 总之也恭喜得到关东地区的冠军 耶 等等 关东地区 对了还有别的地区呢 看来我的冒卡没有结束啊 成为联盟冠军的我并没有停下小步 下面一步就是攻略成都地区 北京皇室有个火车站 我那儿坐火车就可以去成都啦 OK博士 坐火车来到了万金市 直接来挑战这里的一般西道华 咱都是联盟冠军啦 打个普通道馆手拿马甲的 你就不用和我战斗啦 好了没问题出题吧 请观察眼前的宝可梦 两个三个四个 OK我记住了我记住了 请问地球到太阳的距离是多少 你他妈 答错了开战 到关注小倩的肯鲁黄 不舌头 肯尾怪少 大力弹 对我也是完全造不成威胁 直接一个二年梯送他归西 快乐 耶拿到成都的第一个会章啦 在穿过令树林的时候呢 遇到了一只落单的小虫 万下一只脱壳染者 这个宝可梦只有一滴血 但是有着非常有名的特性 贤其守护 皆属性看出这技能 才能对他造成伤害 直接一个高级球 伤浮之 穿过森林我们来到了惠皮镇 哎呦 德斯整个城市都在发大嘴啊 连刀河门中心里面都被水淹了 我们来找人问一下情况 请问发生什么事啦 呃呃 原来是水井被堵上啦 我们直接一个潜水潜到水井里面 回来有很多污住的呆呆手 卡在了这里 我们就一个一个的 把他们推出去 哎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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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推出去之后 水井终于是疏通了 舒服啦 连刀之前呢 抓一只呆呆王座为纪念 哇 戴着个帽子一看就很智慧的样子 爹呆 嗯 有一种脑干缺失的美 不错 解决了灰皮镇的大 这让香气们都很尊重我 这镇里的重新道馆呀 也是重新开张了 咱们就来好好挑战一下 打败了小弟们的派草业 安保头 海天螳狼之后 不是这什么玩意儿这东西 我们来到了道馆之 钢铁先生的面前 不是钢铁先生 我的肩颈像钢铁一样坚硬 要么不是值得骄傲的世界好吗 快去医院啊 这决定是你啦 针锋 OK那我就派上小子子 又克制他的兵夕技能学吧 两次直接把他干掉 伤把刺裂托斯 那就派上你 我你乖乖 老战术使用铁臂加防御 领分身加闪臂 最近以后对面就根本拼不过我了 直接把对面刺裂托斯磨死 没办法啦 使用那招 同归于尽霸 大爆炸 好疼 既然你已经派出最强的盾 我就不得不派出最强的毛啦 什么还有高手 铁硬的拳套 智慧的大脑 上吧 聚可手 对对 使用电光 聚可手 重新到广会章是你的啦 谢谢你啊 你看会披震王东走 进入一个山洞之后 哇什么东西什么东西 太幽远了 我展示中的第一只闪光宝可梦啊 爆击球 少武服成功 我的第一只闪光宝可梦 一定要挑一只最优秀的宝可梦 和他融合啊 要挑一只最美丽 最强大 最无敌 最震撼 全身王 蛋黛王 融合变化 王是谁 喷鱼王 突然想起来还有一件事 来到新的地区开始新的探险 我们的几位老朋友也到了说再见的时候了 麻烦他 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天真可爱 我会永远记得你的狡猾机灵 给你一只王 我会永远记得你的一字马 资卡在山 我会永远记得你的小拳拳 我里贵贵 你可逼 你是我大哥你可不能走 喂 要别了旧的朋友 接下来我们要去邂逅新的朋友 在海边的一间小屋里 一个程序员哥们在用代码制作宝可梦 并且委托我们去网络世界找回这只宝可梦 成功把宝可梦带回现实世界之后 这个老哥直接就把宝可梦送给了我 好的多别瘦 就让你和脱颗忍者融合进化 进化出来的宝可梦是幽灵系加一般系 只有恶系一个弱点 再加上神秘守护的特性 真是嗨到不行啊 你说是吧 拖边兽 再使用道具升级数据 那么那拖边兽就可以再一次进化 进化成拖边兽二 哎别着急 我们再使用道具可一不定 没错了 拖边兽我还能听话 实际进化成拖边兽D 那么说哪美太美了 有一种强度的美 在步步边上山洞不害偶遇 是大嘴碗啊 虽然她的牙齿很分泌 但是你不能不承认 那嘴角的弧度真的很迷人 成功修复大嘴娃之后 是时候给她也找个融合伙伴啦 现在大嘴娃最大的问题就是 纯色发痕 我十分为她的健康但业务 到底有没有办法 有没有办法可以让她的小嘴红润起来啊 好 那就决定是你啦 叶叶横 大嘴娃 融合进化 你就说这小嘴红不红吧 呆呆王加刺甲背 刺呆王 独刺水母加磨墙人偶 独墙人偶 水剑龟加鲤鱼王 水鱼王 大言舌加大石化 大 咳咳 我说我受不了了 太抽象了 一路被这些宝可梦 视觉和心灵上双重霸凌 我总算是来到了下一座城市 杰梗市 那么接下来要挑战的 就是这座城市的飞行系道馆啦 要见到道馆主就先去我 在高空走钢丝 对于孔刚的我来说 真是太友好了 而且这破道馆还装了个吹风机 一会儿吹一下 一会儿吹一下 存心为难兄弟是吧 你已经千千万扑 我终于是来到了道馆主的面前 我是道馆主阿叔啦 我做什么都超宽的哦 别人一节课上四十分钟 我只要二十分钟啊 好了 半节课是这么值得炫耀的事 开始战斗 上班黑甲鸟 oh no 我就派向我地龟龟 你个屁 由于是飞行系道馆 电属性的我地龟龟 可以说是完全的克制 虽然对面预判到了 上了个火属性加刚属性的黑甲鸟 但是我们也预判了她的预判 可以用神属性的潜水加以克制 但是我预判到了 你预判到了我的预判 叶属性是吧 那我下一集就拍向波拉嘎啦 你免几个时间干掉你的龟龟 但是我预判到了你预判到了 我预判到了你的预判 上班我的新朋友 你的龟龟 回忆下一般是直备恶性克制 又由于神器收获的包护 其他技能都达不到他 我没算错的话 你的波拉嘎啦 没有恶属性技能吗 开别逼啦 你的龟龟是用暗影球收掉波拉嘎啦 再由我的龟龟干掉对面大圈熊 完成收尾 这场战斗是我赢了 阿苏 这下我输的速度也很快吗 杨战没有崩塌的 好好好好 一路往东走呢 我们是来到了若叶山 也就是成都地区的新手村啦 哎呀和我故乡真心这这么像呢 这也有个研究中心 那你想必就是成都地区的 宝可梦博士了吧 没没错吧 就是空木博士 今天等会儿 镇上的小孩 就要来我这领宝可梦了 是你们这地区的预算家属 相信他们呀 肯定能成长成为联盟冠军的 那我已经是联盟冠军了 你直接给我不玩了吗 谢谢啊 菊草叶 我在成都地区的新伙伴 护下这一桩纯真的双眼 美丽而又可爱 但是在这显像还生的世界 你这样的小可爱 又该怎样守护自己呢 为了让你更有安全感 我选择了一个大家伙 来和你进行融合 来吧 大人蛇 菊草叶 融合进化 hus 遮盾 傻盾 partnering Она 媅 房 写 妈 不是 我 ν